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频道专门搜索并简单分析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股票和房地产兴托 今天想要简单的分享iHH HealthCare 它是一家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双边上市的医疗保健集团 马来西亚的股票代码5225 新加坡的股票代码Q0F 我将会在这个视频简单的分享关于iHH的业务 基本面 筹码面 股息和技术面分析 iHH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私人医疗保健集团之一 在10个国家拥有80家医院 旗下主要拥有3个品牌 它们是Pakware Bandai Archibaden和IMU iHH的全资子公司Pakware Bandai 是亚洲最大的综合私人医疗保健集团之一 拥有59家医院遍布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 中国 斯里兰卡和文莱 Pakware Bandai通常用Grand Eagle和Bandai的品牌 来经营马来西亚的15间医院 除此之外还有一间叫Prince Court Medical Center 新加坡有一间Grand Eagle 两间贸易和一间Pakware医院 旗下还有Pakware圣顿拥有超过360间的私人诊所 遍布在新加坡全岛各地 文莱只有一间Grand Eagle医院 中国现在有三间医院 两间Grand Eagle分别在香港和成都 上海暂时有一间Pakware 还有一间即将开幕 中国目前有7间诊所分布在上海 成都 苏州和香港 印度方面有31间医院 大部分的医院由持股31.17%的联营公司Fortis来经营 其余的则由Grand Eagles来经营 眼尖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看到这里 有一间持股35.62%的房地产信托 过后我将会专门做一个视频来简单分享这个在新加坡上市的Pakware live 接下来到IHH持股90%的Archibaden Archibaden拥有世界一流的私人医疗保健生态系统 通过全套综合医疗保健服务不断提高患者护理需求标准 并将顶级医学专家和最新技术 与五星级酒店的舒适和精致互相结合 Archibaden有12间诊所和21间医院 在土耳其与欧洲的东部和中部 医院的外观设计向极了豪华的新级酒店 就连医院内部也具备时尚与未来主义的设计感 这不但能让病患战且忘掉病痛的烦恼 也有助于提升病患心态的康复能力 Pakware Bandai和Archibaden医疗集团基本上都提供 初级的基本护理服务如门诊治疗 常规检查和疫苗接种 还有基本的日常医疗保健 包括预防保健和患者教育 第二级的护理有专家咨询 小手术、急诊护理、实验室服务、诊断和急性治疗 第三级的护理则是提供更高级的专业咨询 高级治疗、复杂手术和住院护理 第四级的护理是一种先进的医疗服务 当中涉及器官移植、神经外科、心脏手术 和整形外科等高强度复杂的手术 除此之外还有配套补助服务 包括综合诊断、分析实验室测试、治疗放射血、物理治疗 综合康复和高级分子诊断 集团还提供健康和医学科学方面的优质教育 以培训和培养护士、医生和专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等等专才 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成立于1992年 是马来西亚首创也是最大的私立医药大学 也是首家同时提供正统西式医疗教育 以及传统以辅助医疗教育的大学 IMU享誉国际主要开办的有大学医科班、本科生、研究生和持续专业进修课程 这些课程都是符合国际水准的 IMU大学的学士课程分别有两个选项 分别是国际医药大学学位课程和国外伙伴大学学位课程 在IMU就读5年大概需要494千马币起跳 国际学生则需要543千马币起跳 如果想要出国留学,马来西亚学生需要773千至108万马币 国际学生则需要797千至110万马币 在进入基本面之前,请大家动动你们的小手 按下订阅、分享和赞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股市收收收的影片了 2020年全年营业额为134亿马币 比2019年减少了15亿 营业额的减少是因为COVID-19使病患推迟了非紧急治疗和到访医院的医院 尤其是医疗旅游服务 更是受到旅游限制的影响 东南亚很多富豪和领袖都喜欢到新加坡的私人医院就医 这主要是新加坡的医疗器材非常完善和先进 从左到右只需40分钟的车程 小小的地方却聚集了所有专科医院和医药人才 Pakware Bandai占了营业额的71.1% Achibaden 25.8% IMU 1.8% 以地理位置分布 新加坡占了营业额的28.9% 马来西亚占了18.1% 印度19.8% 土耳其、欧洲中部和东部占了25.8% 文莱1% 截至2021年3月31号 现金为26亿马币 对比2020年同期是少了7亿 借贷为97亿马币 借贷那么高是因为收购和开办新的医院 2021年第一个季度报表显示 营业额为39亿 净利润为3亿7560万 营业额比上个季度增加了1亿 和去年同期相比则增加了3个亿 净利润比上个季度减少了4380万 但以去年同期相比就增加了217.6% 也就是增加了2倍多 汇率不稳定可能会对业务、财务状况、经营业绩 和前景产生不利的影响 再加上大部分的贷款来自新币、港元、日元和欧元 如果马币不断贬值 这将会增加还贷的压力 不过好在集团积极监控其外汇风险 并通过以功能货币借贷将风险降至最低 而且还签订外汇延期合约和交叉货币利率 以管理集团的外汇风险 不管你是在马来西亚交易所或新加坡交易所 购买iHH的股票 2020年和2021年所派发的股息都是四分马币 周期率都是少过1% 大股东是山井物产租市会社 持股32.9% 第二大股东是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 国库控股 持股26.02% 第三大股东是马来西亚的雇员工基金 持股9.91% 以这张周线图表来看 5块9毛4马币有个阻力 如果可以突破 那中期会有很不错的涨势 以日线图来看 最近是走着上涨的趋势 压力在5块9毛4马币 基本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走势是一致的 阻力落在1块9毛新币 谢谢大家 这个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影片制作并不容易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 请在YouTube里按下 Like Subscribe Comment 和Share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的影片 大家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杨栋梁